连日来的梅雨封面 上周末造成瑞穗乡骑美部落 简易在水源头山崩 土石流冲毁了管线 使得部落民生用水断水了 而村长蒋国雄立即反应 县政府县消防局紧急联系自来水公司 从23号起由派遣瑞穗消防水乡车前往供水 但是疏减断水的问题 瑞穗乡骑美部落简易自来水水源头 不抵连日梅雨封面的侵袭 集水区山坡严重崩塌 土石流冲毁管线 三下族人民生用水也应生断水 没水可用全村崩溃 这段时间大概一个十多天了 没有水 那还好这段时间有下雨 没有下雨的话真的是 用水的问题就更严重 村长蒋国雄即刻向乡公所反应 县政府及县消防局也紧急联系自来水公司来救援 23号当天派遣瑞穗消防队开消防水箱车前往供水应急 我们只能从瑞穗这里开那个热桿公路到奇美 大概来回要一个多小时再加加水 所以我们一天大概送了两烫的水 大概十公吨 我们持续了三天 后续可能要到礼拜天 我们人力足够的话 我们每天都会去送水 23号就接获紧急送水任务的消防队 一连三天连续出洞送水 针对了奇美部落迫切需要用水的商家 部落文件站供水之外 也在部落300吨的公用蓄水池除水备用 只要有缺水 我们的消防队一定会立即的来供水 那也谢谢我们自来水公司愿意提供这个水源 让我们的乡亲可以来应急 疫情严峻 消防队在不影响前五之下 尽可能配合再送用水到奇美部落 从23号到25号截止 消防队总共再送将近30吨的用水 也暂时先疏解租人缺水的问题 但是由于现在减水管线上在修复当中 乡长曾经关为防患未然 申请至这个周日 送水任务是实际情况做滚动式调整 记者11月蓝瑞翠采访报道